南韩新SARS疫情连环报 当地官方今天上午又确诊新增第五人了 而这名病例是曾经照护病患的诊所医师 他只短短的停留在医院一个晚上 没想到就被感染了 医师就说了这个病患染病之后 会出现包括发烧、咳嗽、呼吸急速等等的症状 而且感染MERS的初期不一定会有症状 因此也让传染力来得比SARS还要更高 苏昌新SARS的中东冠性病毒MERS来势汹汹 南韩官方证实已经出现第五例确诊案例 据说源头首名感染MERS的68岁男子 出现发烧咳嗽症状确诊染上MERS病毒 接着他63岁的妻子和同病房男子都被感染 确诊的第四例则是同病房男子的女儿 探视父亲停留超过4小时就被感染 如今再报第五例是曾照顾病患的诊所医师 只待一晚就被感染 MERS病毒他在中东的研究就有发现说 有那种无症状的带病毒的一个状态 所有接触的人即使他没有症状 我们都要去追踪他 没症状初期难以察觉 让传染几率变得更高 但医师说只要出现发烧咳嗽 同时呼吸急促等症状就得小心 一旦当你生病了以后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对他是毫无抵抗能力的 所以他的致死率很高 他会病发很严重的肺炎 甚至很多器官的衰竭 所以死亡率可以到三四成以上 比起SARS散病后的8%致死率 MERS则高达40% 多半经由飞沫接触感染 以去年来说 南韩到台湾观光人次52万人 台湾到南韩也高达62万人 就怕一个不小心让MERS疫情流进台湾 目前这种疾病也是 在人跟人之间是有限的人传人 他在社区传染的机会 应该还是很低的 南韩确诊再报第五例 让卫府部长蒋炳黄不敢掉以轻薪 紧急开会 但目前南韩疫情仅限院内感染还没扩大 证实不会提高旅游警示 启动边境控管 但入境发烧监测会更严谨 甚至不排除派人前往南韩 了解疫情 欢迎新闻林志鹏林 台北报道 提高旹